就是碧桂園服务 宣布收购这个彩生活服务的核心资产 收购不高于33亿人民币 会用碧桂園物业香港的自有资金 股权融资和贷款等方式进行支付 看到昨天物馆股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中海物业升了1.4亿 容创服务也升了1.2亿 碧桂升7% 世贸服务升9% 你觉得近日的反弹其实是涂生门 还是9月20日上星期一 内地物馆股的股价已经差不多见底了 是否见底都要根据整个大市的发展 如果你说未来的恒指甄 刚刚说到10月份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物馆股或内房股 其实都算是高贝塔的产业 或者是股票 基本上那个市跌 他们很多时候就不单止要跟 甚至乎跌幅都可能会超过恒指的跌幅 所以某程度上都看过市 但如果你问我是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说 物馆股或内房股 我的看法都未必是这么淡的 特别因为这一回合其实见到的估值都已经是回了下来 还有我自己也有过的期望 或者一个的揣测 就是说如果未来的恒大事件真的出现恶化的 即是变相内地就一定会有些震荡 对于你说其他那些本身健康的房企 会不会都受到感染 会不会都出现一个财困呢 这个我相信中央政府是看得比较实一点 譬如融创好像近期他都有传 虽然他否认了 就说和地方政府喊救命 求救了 但是其实你看到融创在这一两年 减债的进度是做得不差的 都算是去杠杆是做得挺成功的 但是这一回合为什么他都会面对财困呢 就很简单 就说当如果你的恒大事件发酵的 基本上你是一个海外的融资渠道 譬如你发一些美元票据美元债 你就找不到买价的 或者就算你找到你的成本都很高的 所以变相就令到他们短期融资是很大压力 再加上现在内地楼市方面 都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近期很多新闻都有提 就说现在直接很多地方去拍卖土地 都没人要 那些发展商是很审慎的 不敢去投标 直接是流泊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这个那么恐慌的地步 其实未来很多房企都可能会塌 因为他们卖不了楼 钱回不了的话 就算现时没有问题的 就可能去到几个月后 你有不债要还 那你卖不了的话 一样是要叫救命 所以你说会不会到最后 有机会就真的trigger到 就是政府一边 要开始松一松绑了 对于近期一些 譬如限贷 限购等等措施 松一松一点 就是希望房企可以 起码卖到楼 起码做到资金回笼 暂时解决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说内房股经过近期的急跌 有些我觉得是有实力的 或者财务状况是健康那些股份 其实都算是有些投资价值的 至于你说物馆股 我亦都觉得好像刚刚迫伏地来计算 前几个星期才去低位 买了负力地产那个负力物业 那个物馆的项目 现在又买财生活一些资产 那就是说如果你说 接下来有些房企 真的熬不住了 譬如恒大来计 它真的要出售个物馆的业务了 到最后都是一些 一线的物馆的企业 或者本身是有正现金 多的那些公司 去到买便宜货 都是收拾便宜货 去到送货 我自己之前都做过一些统计 譬如你说好像在说保利物业 或者6049 我现在手头上拿着的正现金 都在说超过80亿 就是它从上市集资到现在 基本上很多钱都没用 它之前做的收购都相对是很保守的 所以你说这一回合物馆股 是做了这么大调整 股值都便宜了这么多 其实他们现在出来买东西就值得 比起你说去年市升度 那些物馆股普遍都说 整四五十倍便宜 那时候你去买东西其实就贵了 即是特价时段 对他们来说 没错了 所以如果你说本身有些物馆公司 他们没有企业 本身可能有国企背景的 又没有财困问题 又不是等着去买资产的 那基本上我觉得那些物馆股 是可以趁它来 即假设再有机会回多一阵 就可以初步去吸纳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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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